他們的案子怎麽樣去run 然後他們怎麽樣透過自己大學大事碼的專題 就既可以解決老師的問題 又可以解決學校的問題 就是學業成績 然後又可以幫助到這些很棒很棒的資人們 你們用作列的 咱們歡迎亞洛來跟做介紹講 歡迎亞洛 大家好 移動指人 我先介紹一下什麽是移動指人 就是 是在講大家應該都不陌生的叫賣生 就是大家可能不管自己躺在家裡 或者自己在學校的下午 就可能聽到有一個叫賣生 不管他是賣食物 或是他是收貨從那一天的 對 大家應該就是 只要正常在台灣都會有幾個這樣的聲音 那我們就是在追蹤他們的聲音 那其實我們當初會想要做這個是 我們在想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大四了 所以我們在想我們的畢業站 那時候已經想到非常的 就盲目不知道要做什麽 然後就我們的四個在討論過程中 就開始聊到說 欸就是 像我那時候都跟我們另外三位分享到 就是我記得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每次下課 然後我都會被一個聲音嚇到 就是他是賣那個古早的飲品 然後他的叫賣聲很特別 他就是他沒有任何的設備 他就是用自己的聲帶 然後去彈說 欸然後這樣喊很大聲 然後就很常被他嚇到 對然後 那我就發現說 最近好像很久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了 那我們 我們四個在聊天的過程 就發現 因為我們算住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們都對這樣的聲音 就是非常的有親切感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透過我們的畢業展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們去做 去追蹤他們的聲音 然後去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而且這也何常不是我們的 一個生活的 一個生活上的一個藝術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 讓他當作我們的畢業展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就是 藉由這個機會來考考大家 就是對於這些聲音 就是大家了不了解 那這以下的插畫都是我們的團隊所畫的 那像這一張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阿伯 然後他旁邊是他的車子 而且這車子是他第七的喔 然後他上面是一個茶壺 然後還有幾個就是用品桶裝的原料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鍋爐 那我想問有沒有人知道他是賣什麼 然後我們有小禮物配送 舉手 舉手 要舉手 米 米四 對 對 那我們就來聽聽他的聲音 嗯 欸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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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訪問過程中錄的 好 再來這個 他騎著一個阿伯 然後呢 這是我們在西門町發現的喔 那他騎的是腳踏車 那他腳踏車兩邊都掛著兩大袋的東西 裡面就是裝他所賣的商品 那他腳踏車前面都會放一個斗粒 然後旁邊走下腳看到的那個是他自己自製的一個 就是自製的一個炭火爐 嗯 然後 路易在 嗯 要先猜嗎 對 先猜 嗯 如果你猜的話 你可以學一下他的狀態詞 哈哈哈哈 聽啦聽啦 我不壞 我幫他去放棄吧 好 還有沒有人會的 有人會嗎 應該不是很 提示 提示 嗯 這樣 跟吃的有嗎 吃的有嗎 吃的有嗎 還有沒有 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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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快點要跳到唱歌還是唱歌 有人可以學嗎 那我們就會送你一張禮物 大家是不太想學的一張禮物 小禮物 大家好 謝謝 那再來我們來聽一下他們的小禮物 小禮物還沒拿 欸 那一個 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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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 School War 他沒有 School War 做八道 對 這個 Electric 這個阿伯他是 他做了這個行業已經五十年了 然後他呢 他就是 每天早上 清晨的時候 他的太太就會 幫他炒組一些材料 然後呢 他就負責包 那在五六點的時候 他就會從三重 然後開始慢慢騎 騎到西門或者是台北車站 那個地帶 然後就開始沿街的叫賣 那大家可能要記得他 因為他有可能是台北最後一個 騎腳踏車賣爸長的阿菲兒 對就是他也有被新聞採訪過 然後那他非常的樂觀 然後也很 因為他只賣這個 因為他說他已經把小孩培養到 非常的高高學歷 但是我們有問他說 為什麼還要繼續做這個 那他也就是很樂觀 就跟大家講跟我們講說 他只是想要多運動啊什麼的 就是他的原因都非常 就是我們就發現這些移動職人 他們都有一個 就是浮實還有樂觀的個性 那這個阿伯呢 是我們在中山站找到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一盒塑膠盒 然後裡面裝的 就是他賣的東西 那上面那個很像碗狀的 也是他所賣的 那這個夾子跟上面的喇叭 就是他的必備的物品用品 那請大家猜一下他是賣什麼的 好 對 瓦吉 等到他的聲音很 這個是冰淇淋 這個叫做瓦吉 對 這是瓦吉 然後上面那個叫 是菜葉 是很古早的那個甜 對 那這個阿伯他的 等下大家可以仔細聽他的聲音 因為他的聲音是自己去錄製 然後搭配他自己喜歡的日式的情音樂 然後他入行 對 他才可以 很長的 可是很可愛 大家可以聽一下 瓦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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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蠻特別的他是一個人在台北獨居 然後每天就這樣子 就是差不多也是三四點的四五點的時候就會出來 他是早上九點的時候出來賣 然後賣到晚上十五點這樣子 好 那再來一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機器就是非常的複雜 就是代表他是非常專 就是這樣很專業的人才有辦法使用 然後旁邊獨家口味跟濃縮波巴都是他的招 他的廣告詞 然後中間那個是他自己他自己去創造的那個Logo 那有大家可以猜得到這是賣什麼嗎 好清楚 紅米湯 對 好厲害 好 那我們來聽他的聲音 這是什麼樣子 好 每次被爆都嚇到 對啊 因為他他們爆還蠻大聲 所以他都會 爆之前都要喊一下棒棒喔 就是 然後這個Logo 蛤 那邊有那個他手賣的那個紅米湯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吃吃看 對 然後那個Logo可以介紹一下 因為他很特別 他是 他其實是用一個字 就是他叫料 他是料形聲 那他就以自己的姓去創這個Logo 他自己畫 他自己畫 他找原畫 對 那他做這個 那他做這個 對啊 他做這個也三十幾年了 就是老字號的 對 然後他住在 他就住在新莊 所以那也是前幾天 前幾天我去去他家 直接跟他買 好 那我們其實在做的就是 以上這些移動的職人 那我們去追蹤他們的身影 去了解他們的工作流程 他們的故事 那以插畫的方式 然後去 以插畫的方式來記錄他們 那也會用攝影的方式來記錄他們 我們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每天 是不是對他太壞了 對他不容易 對 他就是剛剛那個 馬屬蔡燕的那個阿伯 對 他很可愛 然後 他可以看到他最招牌的 就是他的笑容 他的那個 假牙 對 對 對 然後 你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也會一直邀請我們 就是去配音唱歌啊 對啊 因為他很想唱啊 所以他很喜歡唱歌 他比趙女哥還厲害 然後這個是爸的張貝 上一張 這是爸的張貝 那剛剛可以看到就是他這個是他用奶粉罐自己製製的一個炭火爐 所以職人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個智慧這樣子 好下一張 然後這是米爹 然後再下一張 這是剛剛的那個米香料 上面那個就是他自己去找人家做那個料料字號的logo 對 然後 但其實我們就是在 我們就是在 我們就是做這一些 然後在那個波比亞歷史界區的有一個展覽 有一個展覽 就是把這些文化來展現給大家看這樣子 對 我們希望做的就是一個文化保存的部分 然後藉由B字這樣的機會 然後我們也其實在當中也學到非常多 就是認識他們的工作環境 希望對這樣子的有文化能夠就是有一些紀錄保存的部分 那我們在那個Flying V上中間的移動職人 大家可以去搜尋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點鼓勵 我們目前只有募到一萬次 那我們的我們的目標是五萬 對 希望大家有經營的話可以給我們一點鼓勵 回饋下務有什麼 回饋下務我們有攝影集 就是我們所拍攝的攝影集 然後還有有聲卡片 就是我們還會之後 我們把剛所錄到的聲音會結合我們的插畫 然後變成一個有聲卡片 去做他們的周邊商品這樣子 那今天打的就是差不多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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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妳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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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